黑龙江一男子发现自家鱼塘中的鱼总是莫名其妙消失 男子决定抽水检查 竟然在自家鱼塘发现一条大蟒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蟒蛇会出现在鱼塘呢 郭大哥是黑龙江的一个村民 家里有一口鱼塘 郭大哥会在里面养一些鱼来补贴家用 但是最近郭大哥发现自家鱼塘似乎有些不对劲 前两天郭大哥准备下网捞点鱼卖 但是一网下去只捞上来零星的一些小鱼 大鱼一条没有 郭大哥不信邪 于是又下了一网 这一次虽然捞上来大鱼了 但是数量极少 郭大哥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算错了日子 鱼还没长大 一周后郭大哥再去捞鱼 这一次收获更加惨淡 一网下去连小鱼都没几条了 这下郭大哥有些傻眼了 自己的鱼都去哪了 这鱼塘是封闭的 当初挖的时候也没看见有洞呀 而且要说鱼得了病死了 那自己经常来看 也没有发现有鱼飘上来 这可把郭大哥郁闷坏了 不过郭大哥的脾气也是直来直去 他可不惯着这些鱼抽水 必须抽水 郭大哥借来抽水机 准备看看这鱼塘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着水位逐渐下降 鱼一条也没有出现 那看来是鱼塘里有问题了 就在众人继续抽水的时候 郭大哥发现了情况 黑龙将一男子发现自家鱼塘不对劲 决定抽水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一条大蟒蛇 就在鱼塘里的水马上到底的时候 郭大哥发现不对劲了 他看到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游动 那身影看起来很大 而且很长 自己养的都是些普通鱼 巨大也不过十斤左右 但是水里的这家伙 看起来都有几十斤了 看来自己的鱼消失 和这家伙逃不开关系了 郭大哥继续抽水 准备把水抽干后 再将那家伙抓出来 但是水里那家伙似乎也察觉到了 郭大哥的意图 游动着身体准备上岸 郭大哥连忙招呼人去鱼塘边守着 可是当那家伙上岸后 大家都傻眼了 眼前的是一条长达四米多 身体有碗口那么粗的大蟒蛇 大家看着眼前的大蟒蛇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此时大伙也明白了 鱼塘里的鱼 就是被这个大家伙吃完了 经过一番围追堵截 在郭大哥和村民的帮助下 终于抓到了那条大蟒蛇 本来自己的鱼被这家伙吃了 郭大哥也很生气 准备将其杀之而后快 但是转念一想 这条蛇看起来似乎也不是什么普通动物 万一是保护动物 自己杀了去坐牢就不值得了 于是郭先生给野生动物保护站的打了电话 那么这条大蟒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男子在自家鱼塘发现一条大蟒蛇 上千斤鱼全都被他吃光 蟒蛇为何出现在鱼塘 郭大哥给保护站的打了电话后 对方很快就来人了 工作人员抵达后看到一条大蟒蛇 被装在鱼网中 随后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查 确定了这是一条红尾燃 是一种来自于南美洲的燃 郭大哥有些疑惑 难道这不是大蟒蛇吗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道 蟒蛇和燃是两种物种 首先这是两种不同的科属动物 虽然长得比较像 但完全是两种生物 燃和蟒蛇的生殖方式也大有不同 燃的生殖方式很特别 一般是卵在雌性燃的肚子里 孵化后再生出来的 另外燃和蟒蛇虽然都很大 但是燃一般会更大一些 平均可以达到三米多 另外两者的攻击方式也大有不同 然而是通过缠绕将猎物压死的 而蟒蛇一般直接上嘴 然后再缠绕 总之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此时郭大哥又问了一个 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这东西到底是不是保护动物 想都不要想着杀死它 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郭大哥的意图 他表示宏伟然虽然不是 我们国家原有的生物 但他也被列入了国际病危动物中 需要特别保护 我国也同样遵循这个标准 所以在国内捕杀 贩卖宏伟然都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山东一大爷因生活贫困 准备将自家养了多年的毛驴卖掉 毛驴为了不被卖 居然向大爷下跪 大爷心软便将其留在家里 谁知毛驴竟在不久之后 为大爷带来荣华富贵 这天早上 山东的王大爷早早起床 给自家养的毛驴喂食 他准备今天把这只毛驴 拉到集市上卖掉 其实王大爷也十分无奈 本来他家就穷 自己的老伴还得病了 为了给老伴治病 王大爷只能选择将这头毛驴卖掉 来给妻子治病 给驴喂食之后 王大爷又给驴扫了扫 让它看起来更干净 卖相更好 很快王大爷就带着毛驴来到集市 纵然王大爷有万般不舍 但是为了老伴 他没有办法 或许是察觉到了自己要被卖掉了 这头毛驴也表现出了一些异常 从早上开始就无精打采的 慢慢的集市上人多起来了 虽然王大爷把这头驴养得很好 但是路过的人也只是看了看就离开了 大家看着这头毛驴捏捏的都不愿意买 王大爷和他的驴子 等了一上午都没有等来一个买家 就在王大爷准备放弃的时候 有人来问家了 对方看出毛驴虽然没什么精神 但是体格还是很不错的 于是准备买下 就在两人商讨好价格后 准备交易的时候 一个意外发生了 山东大爷卖毛驴 没想到为保命毛驴当场下跪 他能逃脱被卖掉的命运吗 就在张大爷和对方谈好价钱 准备将驴拉走的时候 那头驴却一动不动 甚至用尽全身力气抵抗 但是对方人多 毛驴还是被慢慢的拉走了 但就这时 那头毛驴突然跪在王大爷的面前 眼中也有许多泪水 似乎在哀求王大爷不要卖掉自己 王大爷看着眼前的毛驴 想起了过往 当初这头毛驴来自家的时候 还是一只小驴 自己养了十几年 才长成如今这么大 该说不说 其实王大爷也很舍不的 但是想想躺在家中的老伴 可是眼前的毛驴 着实让人有些不忍 最终王大爷还是心软了 在最后关头喊住对方 表示自己不卖了 对方也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将毛驴归还了 既然不卖了 王大爷只能将毛驴再牵回家 可是家中缺钱的窘境是存在的 只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 不过此刻 王大爷怎么也想不到 这头毛驴会给自己 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从集市回来之后 毛驴的肚子越来越大 吃的也越来越多 王大爷找了个兽医看了看 结果让他十分欣喜 原来是自家的毛驴怀孕了 很快另外一件喜事 也传到了王大爷这里 当地为了鼓励农民搞养殖 不仅给农民提供无息贷款 还每月给许多补贴 王大爷听后立马想起了 自家的那头毛驴 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自己以后该怎么走 山东一大爷急事卖驴 毛驴竟当场下跪 几年后为大爷带来荣华富贵 大爷当时将毛驴带回家的时候 也没想到毛驴已经怀孕了 又恰好碰上政府鼓励搞养殖 简直是双喜临门 没过多久 王大爷家的驴就生产了 而且一开生了两个 要知道一般的驴也才生一个 王大爷直呼自家驴蒸汽 随后王大爷赶往银行 说明了自己要贷款养殖 将资料填写完毕后 王大爷获得了第一笔启动资金 他用这些钱修建了一个驴棚 还买了许多草料 同时从外地买回来一些毛驴 王大爷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笨头 他每天早上都要早早起床 查看毛驴的情况 对其悉心照料 不过即便是这样 毛驴依旧出了一点状况 他发现一些毛驴出现 拉肚子呕吐的情况 刚开始王大爷还以为 是毛驴不适应环境 想着过几天就好了 可是几天过去 情况依旧不见好 甚至越来越多的毛驴开始发病 面对眼前的情况 王大爷有些着急 他找来一个医生查看情况 对方看后表示 这不是环境的问题 而是你的饲料出问题了 听到这话 王大爷连忙查看自己的饲料 果然有些饲料已经出现没菌了 王大爷将这些饲料全部更换 果然再也没有毛驴出现问题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大爷养殖的毛驴也越来越多 最初的那只毛驴 也被王大爷精心安排在单间 每天细心照顾 在他看来 这只毛驴就是自己的财神 要是当初自己把它卖了 或许就没有如今的生活了 下能欺负的村里狗子上蹿下跳 上能看家护院抓小偷 堪称农村平头哥 他是农村生物链的顶端 他就是大鹅 山东一老汉家里 就养着一只大鹅 而且还和他拜了把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老刘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每天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但是随着老刘年纪大了 也渐渐干不动了 就开始在家养老 不过老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他在自家院子里养了不少动物 还养了一只大鹅 要说这只大鹅可不一般 从出生起就一直在老刘家 已经有六年了 老刘也每天给他好吃好喝 喂养的飙肥体壮 你以为刘大哥 是要把这大鹅养肥了吃肉 那你可想错了 刘大哥不仅不准备吃这大鹅 反而还很久之前 就和他拜了爸子 如今这一人一鹅 那可是好兄弟 这是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那天刘大哥忙完回家 吃过饭后 就准备和老伴出门溜达一会 消消使 可没想到这还没出去多远呢 自家院里就传来了一声鹅叫 那声音无比凄厉 听到这声音 老刘以为家中出了什么事 他们赶忙回家 当老刘急急忙忙跑回家里后 就发现有个身影在试图爬墙 而墙根下就是大鹅 他正伸着脖子 用力咬那家伙的腿 眼前的一幕让老刘有些惊讶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大鹅还能给自己看家护院 农村大鹅 不但能看家护院抓小偷 还能大半夜击退黄鼠狼 主人当即要拜靶子 眼前大鹅抓小偷的景象 让老刘有些惊讶 他没有想到这大鹅还能抓小偷 不够他也没多想 大喝一声 那小偷就摔了下来 随后老刘一家报了警 小偷也顺利捉拿归案 但是在走之前 那小偷满脸怨恨的看着大鹅 似乎在埋怨 若不是这大鹅自己就得手了 之后老刘进屋查看情况 发现什么都没丢 两口子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这件事也让老刘有些后怕 要是没有这大鹅自家偷了 也没办法抓到小偷 在这之后老刘也不再把这只大鹅 当成过年后的食物了 当天晚上就给这大鹅吃了一顿好的 之后每天都是好吃好喝招待着 早上起来早早的把大鹅放出来 然后喂的饱饱的 还带着大鹅到处留的 逢人就说自己这大鹅抓小偷 几个月后 老刘的儿子把孙子抱了过来 因为工作繁忙的缘故 准备让老两口照顾几天 老刘自然是非常愿意的 为了照顾好孙子 他还专门到集市上买来几只能下蛋的母鸡 每天给孙子吃鸡蛋 本来老刘还打算给大鹅吃的 但是想了想不太好 还是没有给 可几天后 老刘不仅给大鹅吃鸡蛋 还和大鹅拜了把子 老汉养了一只大鹅 能看家护院还能抓黄鼠狼 那天晚上 老刘把家禽都放进笼子里 刚准备把大鹅也放进笼子的 不过思考了一下后 还是没有放进去 毕竟大鹅看家护院的本事还是有的 做完事情后 老刘就去睡觉了 到了后半夜 老刘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了大鹅的叫声 老刘以为又来小偷了 连忙叫醒老伴 两人穿上衣服后冲出院子 这一次却没有发现小偷 正当老刘疑惑的时候 老伴一声惊呼 他连忙查看 发现大鹅正对着一只黄鼠狼穷追猛打 看到眼前的情况 老刘顿时明白了 原来是黄鼠狼准备偷鸡 结果被大鹅发现 那我大鹅能惯着你 上去就是一口 咬得黄鼠狼抱头鼠窜 想到这里 老刘哈哈一笑 连忙上去抓住了黄鼠狼 不过老刘也是一个心善的人 他没有打死黄鼠狼 而是将其扔出院子 看着黄鼠狼越跑越远 老刘笑呵呵的回来了 第二天 老刘的妻子看着自己丈夫 在院子里摆起供台 有些疑惑 询问这是要干啥 老刘呵呵一笑 说自己准备和这大鹅拜个把子 毕竟这大鹅是咱家的守护神 当自己兄弟一点也不委屈 妻子也被老刘的想法逗笑了 后来村里人都知道 老刘和大鹅拜了霸子 因为老刘每次出门都会带上大鹅 见人就说这是我兄弟 大家听完老刘的事情之后 也有人开始养额了 在那之后 这只大鹅便每天过着幸福的生活 一这张厅 那一这张厅 我明白的 这个人 你